44左右 这么变态啊 这小就在这儿框框刷表情 最爱朋友点点关注啊 然后525的话是需要预定的 还可以零首付啊 点点关注啊 家人们帮忙点点关注啊 欢迎大家啊 Q5 Q5的话咱们家不卖 如果考虑Q5的话呢 可以去奥迪的4A店免费领取一台 最爱朋友点点关注 5304区有限车吗 有限车 这台就是我们这个5304区运动的限车啊 它是一台量子版的外观 火山旁的内饰 裸车价格在46万多啊 这是限车啊 在那边可以点点关注啊 欢迎大家啊 咱们家是哈尔滨龙宝宝马啊 新七夕有价格吗 还没有公布啊 还没有公布价格 对啊 就给你们看看样子 价格的话呢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 然后等官方有通知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在直播间里啊 在那边可以点点关注 GLC多少钱 零首付啊 那个不对 得定啊 你叫20万定金 什么时候提车 等车周期有点长 你就别催我就行了 嗯 3254区运裸车是可以坐到32左右呢 32左右 对 530尊小没有限车可以接受预定啊 大概在47左右 对啊 然后有朋友问 老7系价格是什么样的 老7系的话 你看哪个配置吗 730的话 咱们家裸车70左右落地 79以内可以落地 但是接受预定啊 然后像740标配的话 裸车80落地90以内 顶配四驱行政的一款的话呢 裸车105落地117以内啊 现在朋友点点关注啊 有自行车吗 有 自行车的话 咱们家是七八千 嗯 可以谈 谈的空间不多 直播还是回放啊 回放 对 回放 A8 低配多少钱 A8的话呢 没必要 没有排面 你看7系不好吗 是不是 X5 国产2.0T 没有优惠啊 60万零五千起 详情点击小风车就可以了 争点节目呗 你给我争点节目吧 新7系啊 现在没有公布制造价格 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一定的话 也是可以点击小风车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 有清局电动车吗 清局哪有电动车 清局不是自行车吗 好 也有电动的 只是没有在哈尔滨投放 好吧 宝马还有摩托车呢 一千双二 咱们是没有摩托车受选的 现在哈尔滨的话 不允许新的摩托车 落黑A的牌照了 对 7系的话 咱们就是持续关注一下 7系现车是没有的 需要预定的 X3多少钱 25i落车 37 落地41 X5 3.0T的 70万零五千起 没有优惠 然后点击小风车啊 i3顶配 iX3啊 咱们家现在是可以 在直播间给您优惠 6万吧 可以参考 指导价格基础上 优惠6万元 不管是标配也好 还是高配也好 对 贴贴 咱们这个特殊期间 咱们保持距离啊 看绿码 好像胖了呢 比好像 确实胖了 看 S4 SE内饰方面 方面怎么样 内饰方面的话 像X1 它考虑的是这个性价比 所以像同级别来讲 X1它内部空间是最大的 包括后排的腿部空间 全国可受啊 点击小风车就可以了 全国可受 全国可受 新款7系能预定吗 价格还没出来了 你要不要再看看价格 这么喜欢吗 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预定了吗 库里兰能保养吗 没有问题啊 咱们售后是可以 给这个老司来斯 进行保养的 对啊 大家朋友点点关注啊 看内饰 看哪个那是 X3跟X1太像了 你可拉倒吧 X3跟X5才像呢 X5跟X7像 所以X1跟X7像吗 X1跟X7 不像 对 X1的话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 花很少的钱 可以感受到 像豪华品牌的一个SUV 你像X1 大家现在也都知道 它的指导价格 包括我们在直播间的 这个报价 所以它优惠力度 一直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它考虑到内部的空间 它也采制了一个横置 发动机跟变速箱的一个布局啊 对啊 所以说你买一台X1 你就体会到了X7 对 你就体会到了宝马X7的全系 这样的朋友点点关注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Supra可以保养吗 没问题 对 可以 你腿不直 我这腿都比那电信杆都直了 你这说我腿不直 我真的是特别想问问大家 为什么你就像Z4跟Supra 都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Z4卖的更便宜 而且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选择Supra 还有这么多人呢 价格可以看X1吗 X1的话 咱们展厅是一台1.5T的裸车价格在20左右啊 裸车价格20左右啊 可以零首付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一台的话呢